您给我一个 替我娘赎罪的机会 姑且 如今你前有豺狼 或有追兵 你一个人进京 非常不容易的 不如跟我一起啊 有了莫府的马车 你这一路都不会被盘查的 你可以早点进京 寻找旧人的良策 一月之期 很快就会到达的 姑且 让我帮帮你吧 姬生 去准备马车 我和不器在石里停等你 诺 昔日成王本是正统 但贼子不仁 杀兄夺位 为天下所不止 况且碧罗天玉言 当朝武士而亡 天意让皇帝皇位不保 诸位将军 我将奉先帝之遗诏 请诸位追随我 一起顺应天意 讨回公道 莫将愿追随主公 施杀皇帝 请诸位 请 请 大哥 我想找个人 到京城跟我碰面 在诸府 他一直都是我的贴身护卫 有他在 我心里会安定一些 好啊 健身 待会儿在驿站停一下 知道了 大哥 你不会生气吧 我为何要生气啊 你现在有了忠于你的人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知道 你现在去莫府会有些不舒服 等那些事情查清楚了 你的护卫也到了京城 就让他来保护你吧 谢谢大哥 你笑什么啊 大哥 没什么 我只是想到 你第一次进京城的样子 没想到 短短几年时间 你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 时常在想 如果当初 不是非要把你带入京城的话 你可能 还能在西州府 做一个快乐的小乞丐吧 那是不可能的 就算大哥不带我进京 陈豫也会带 要林庄的林庄主 也会派人送我进京 我的命运 还是会像现在一样 大爷 挑一挑 挑一挑 怎么了 大爷 求求你 给我们一点水喝吧 学生 怎么回事 少爷 我去看一下 我们下去看看 大爷 给点水喝吧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被城王长孙给攻占了 我们没地方去了 城王长孙 这样 你们去别的地方找找水 我们这儿没有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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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我打探到 有一个叫城王长孙的人 想帮城王讨回当年的皇位 还有 前方的城池 已经被霸占了 是东方石 大哥 我们不能去前方的城了 绕远路进京吧 你愿意是城王长孙 他也是想捉我的人 我们诸府欠东方石的钱 皇上借口 我们诸府与东方石有勾结 所以下旨抓我们 夫妻 没想到这几年 你过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行吧 先生 咱们绕道 诺 去吧 先上车 皇上息怒啊 息怒 让朕怎么息怒 如今叛贼起兵 占领了朕的十几座城池 在我国国土上 潜伏这一支这么大的势力 你们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朕养你们何用 皇上 东方石联合北野王 声势好大 势力非比寻常 实在不是地方军队所能抵御的 据查 还有些地方官员早已被叛贼卖偷 所以致使许多城市尸首 混账 现在外面疯传 先帝爷篡位 堵死城王 赶尽杀绝 城王的后人 忍辱负重 要替城王讨公道拨乱反正 可没想到 他们竟和北野王勾结在了一起 真的是丢尽了祖宗的颜面哪 皇上 东方石勾结外敌 发动战争 必定不得民心 皇上放心 臣相信 皇上一定会不费春暉之力 打败东方石的 就你知道溜群派马 朕现在要的是 实实在在的兵力和将务 去对抗东方石 朕问你们 飞云宝的战马 为什么一匹都没有送上战场 而飞云宝的少宝主 效力在东方石杖下 还成立了飞云记 你们是怎么监管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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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不想再听到这句话了 京城莫府当家主母 是云青阳的亲妹妹 现在云家造反 莫府自然脱不了干系 给朕抄了莫府 朕抄了莫府 带朕收回了城市 飞云宝 满门抄斩 朕抄了莫府 他以前没有 中文卫 表情 点回 昨天 朕 一切都没变 还是老样子 你们两个去那边 其他跟我来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大哥 会不会我跟你回来的事 被皇上发现了 不知道 但应该不会这么快走落风声 金生 你带补器先到密室去 我去看看 大哥小心啊 是 对 小姐 快跟我进冰室 夫人 快 快 快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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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 夫人 你快走 夫人 你快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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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夫人 为何突然抄我莫府 莫府 叛国 皇上当然要抄了你们 兄弟们 给我杀 娘 快走 还没 还没 接手 大哥 娘 娘 一山 鬼 鬼 娘 那不是鬼 不许没死 我找到他了 金生 你快去找一下这个房间 有没有止血的药 哪 哪 你竟然没死 让你失望啊 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些官兵 为什么说我们莫府叛国呀 非云宝发生的麻烦 交不出战马 你舅舅 他被逼得不得不反 之前 我也派人快马书信于你 但是送信的人说 找不到你 唉 我就心存侥幸 觉得皇上 不会这么快发现的 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娘 对不起 你 你是去找这个贱人了 对不对 之前皇上下令 要通缉祝福大小姐 当时我还想 可能是长得相像吧 现在看来就是她 一山 当年薛妃害死了你爹 现在这个贱人也要害死你呀 娘 真是是非不分死不悔改 这根本就不是我娘的错 是莫百姓的错 你却偏偏要摔在我娘身上 我娘也是受害者啊 就是薛妃的错 是她勾引了百姓 才是百姓一遇而终 现在一山去找你 又害得我农子不能及时逃走 现在好了 我们再次见面 我是这么的狼狈 莫妇没了 这下你该高兴了 是吗 高兴 我当然高兴了 皇上要为我娘报仇了 我怎么不高兴 武器 娘 你们别再说了 现在就重要的 我们要逃出去 一山 你赶紧逃 别管娘了 你走 少爷 要 一山 外面已经被官府包围了 你别管娘了 你带着娘是逃不出去的 一山 自从我嫁给你爹 我就没有离开过莫府 你放心吧 以后你爹陪着 娘不会害怕 一山 别管娘 你快走 你快走吧 娘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一山 从小到大 你都没有做回自己 以后好呢 莫府没了 你该重新做回自己了 娘 我不哭 真的 介绍 厨房那边包围的人 应该比较少 我们从哪儿出去 诺 娘 走 娘 你别说傻子好不好 不知道 为什么不让我死 你不是最恨我 最想让我死吗 对 我适合你 可是大哥对我很好 我不想让他上心 没想到我想死的时候 却被薛妃的女儿救了 划不清 你别妄想啦 我会感激你 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们 那是你的事 与我无关 好一个无关 霓山 夫人 娘 夫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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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山 你要终于 和你爹在一起 娘 娘 霓山逃不掉 你会死 死 不要 娘 不要 快 快 快走 不走 把门撞开 夫人 娘 夫人 娘 娘 大哥 大哥 大哥你放弃一点 接住你娘的房 你要是逃不出去 他会不会放命不 你也永远没办法替他报仇啊 先生 先生 快 快啊 大哥 大哥 娘 娘 娘 什么事 你也没拿到 人 帮我 你不承受 我 你不承转 我 你不承转 Points 你不承转啊 追 快追 追 快追 追 快追 追 累了吧 歇会啊 好好好 不行 现在你我都是朝廷的要犯 只能祝福夜处 看他能不能躲过那些水瓶 这样还是太冒险了 大哥 这家店户有女子的衣服 你换上吧 这样就算他们搜查过来 也不会发觉是你的 你要我穿女人的衣服 这是最好的方法 他们是来搜捕你的 绝对不会拿着我的画像 所以如果我换成男人的衣服 你换成女人的 也许可以蒙混过关 我不习惯穿女人的衣服 大哥 其实我刚进京城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你是女儿生了 你受重伤的时候 只有你娘能靠近你 谈起唇指颜色 你比我还了解 你别再瞒我了 这件事情 你可曾告诉过别人 我知道那是大哥你的秘密 所以我从未跟别人提起过 大哥 你从小扮成男人 不让人发现 肯定吃了不少苦 别再犹豫了 我们没有时间了 好 你们两个 站住 走吧 大哥 可以了 你真好看 我爹 一直以来都想要一个男孩 所以我娘把我生下来的时候 就一直当男孩来养 所以周围的人 都一直以为我是个男人 后来我爹育语而终 我娘又受到了族人的欺辱 我不得不站出来保护她 事到如今 我根本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是你而生 我要装成一个男人 才能在这个男足女辈的社会上生存 谁说女子不如男 大哥你一个人就称其整个莫妇 这是多少男人都做不到的呀 我在朱府的时候 若没有诸授他们帮我 我一天都撑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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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且 谢谢你 其实你知道 是我娘害了你 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我们 谢谢 不管发生什么 你永远都是那个对我牵绊好的大哥 我们快走吧 都给我抓起来 朝廷处拿钦犯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走 喂 你这小子 让你搜捕钦犯 你盯着人婆娘干什么 走走 走 你们几个去那边扫 走 你们几个出去了 走 这边找着两个 带过来 走 幸亏大哥这几年身份也认识得好 应该没人会认出你就是末妇公子 大哥 你就用这个方法逃出京城吧 皇帝面无莫服 这世上已经没有我的如生之地了 既然担了谋反的罪名 我何不干脆直接做试探 我打算投靠我舅舅 不且 皇帝现在无限朱府谋反 朱老爷很快就要被斩首了 不如 你和我一起离开京城 去投靠成王孙 到时候再想办法救出朱老爷 大哥 你忘了你娘临终前的话吗 他希望 你可以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你觉得 我背上这一家老小的性命 我能活得自在吗 可是真的走上谋反的路 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莫府被毁 我娘惨死 我连她的尸骨都无法安葬 这个仇 我莫儿妃一定要报 如果不报的话 有亏对于我的爹娘 亏对于莫府的上上下下 可是大哥 不信 你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现在我们就一起出京城 去投靠成王孙 不行 小夏就快到京城了 只要他到了 以他的功夫 一定可以潜入守备府 跟袁冲取得联系 袁城是京城守备府的公子 我想他应该会知道 陈云和老太爷的消息 大哥 如今全城都在搜捕我们 你跟我在一起 反而危险 好吧 既然这样 我们就在这封别吧 不行 很抱歉 没能帮到你 你已经帮我进了京城了 若不是你 我早不知道 被谁抓去了呢 不行 今日一别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还能再相见 你要保重 你 等你保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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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者何人 速度下马 在下京城莫府莫若飞 是飞云宝云宝主的外甥 还请两位帮忙通报一声 云宝主在东北平原为主上养马 云郎将军带着飞云记 正在攻打汉州 两人都不在军营里面 汉州 多谢二位祥告 你就是成王孙 大蓝 竟敢直呼殿下明慧 飞云宝随殿下起义 皇帝迁怒于莫府 将莫府满门抄斩 如今 只剩下一山一人 一山恳请殿下收留 帝会孝顺于殿下 施杀皇帝 都说莫府公子心机如虎 却连一个小小的丫头都护不住 让猪丫头被你娘下了毒 你说本王为何要用你 殿下恕罪 我心一直是我最疼爱的妹妹 只是上一代的恩怨 我之前并不知晓 而我娘 她其实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好在不弃福大命大 后来成为了朱府的孙小姐 朱丫头为此承受了多少痛苦 你一句福大命大 就想让本王饶了你吗 一山愿为殿下上战场杀敌立功 以此赎罪 好啊 那本王就收了你 刘家军 在 这个人归到你的帐下 领活请 好好驾到 我将领命 带他回去 喽 驾 刘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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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老爷们就你讲究 你还真拿这里是昔日荣华富贵的莫府 快点换上衣服 军令不等人 刘将军 我初来军营 还有很多事情不习惯 不知道 你能否网开一面 让我单独换一身衣服 殿下让我好好教导你 你的眼子我可不敢说 快点 婷儿 别跟个女人似的 你是个女人 一般难抓 定是皇帝派来的系组 就把她抓进来 来人 你 来 拿走 殿下 没想到这是个女人 女扮男装混进军营 必定有所图谋 莫府神童竟然是个女人 有趣 太有趣了 殿下 一山为行事方便 从小才做男子打扮 并非有所图谋 刚刚失去理智大打出手 是因为近几日 遭遇了太多事情 莫府被毁 情人离世 才突然失去了心智 还望殿下见谅 算了 本王一向不与女人计较 你走吧 殿下 一山想留在军中为母报仇 你刚才打伤了我的手下 我没有惩罚你已经算对你仁慈 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军营 今天的事 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 一山自闻身手不错 为何不让我留在军中建功立业 因为你是女人 你问问他们有谁愿意 被一个女人统领带着打仗 要么你和黑凤一样当个护卫 要么就像林丹莎一样当个军医 一山十岁掌管莫府 殿下如果愿意收我为将 内容是一个小型的 人的这个小型 人的本身 你据这个大型的 你据这个小型的 上面一约的 不发生的 人的乌争 你大家想要 你不发生的 你不发生的 尔阳莫府 我认为这些小型的 你都不发生的 你哎呀 我发生的 你真想留下来 是 你们都出去 诺 起来 您与猪丫头的关系不错 我猜她不会提防着你 若是你把她带回来我的身边 我可以命你为谦夫长 单独给你一个账帮 再令今天知道这件事的人 统统闭嘴 殿下为何要抓不起 皇帝下了海捕文书 通缉猪丫头 又要问斩晨玉和猪老太爷 很明显就是想引猪丫头过去 但她若是陆入皇帝手中 就是死路一条 好 留在我的身边 我还能护她安全 皇帝为何一定要杀她 这你无需知道 只要把她带回来便是 你放心 我可舍不得伤她 将来她还要做我的王妃呢 王妃 苏州府有许多人都知道我喜欢猪丫头 你若不相信 可以去打听打听 我相信殿下 我猜猪丫头现在人已经到了京城 但是我派去京城的人 都没有传回来她的消息 皇帝正在通缉你 你敢不敢再回京城一趟 两小子 医生一定把不棄带回来 小姐 小姐 小箱 小姐 小箱 小箱 小姐 没被人跟着吧 小姐放心 我们过来的时候很谨慎 应该没有人跟着 那就好 远仇 陈玉和老太爷的情况 你了解吗 老太爷我没怎么见着 所以没他消息 不过陈玉呢 我倒是经常见 他的状况不太好 他怎么了 他的武功被皇上废了 然后他说想喝我的药酒 让我给他送过去 我看他就是想借酒消愁 那他现在在哪里 被关在天牢里吗 能不能救出来 没有 他现在被皇上关在宫里边呢 要救他的话 除非大军打进来 要不然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 你带我进宫 你带我进宫见皇上 不行 小姐 你这是自投罗王 就是啊 老太爷跟陈玉犯的 都是谋反的大罪 你要去见皇上的话 无非就是飞蛾扑火 除了把自己搭进去以外 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能救他们 皇上颁布了旨意 要在一个月内 砍陈玉和老太爷的头 就是想迎我出来 我只要出现了 皇上就不会杀他们了 你出现 皇上就不会杀陈玉啊 不是 因为什么呀 这其中的原因 我不愿意跟你解释 但总之 你带我进去就是了 行 只要你能救陈玉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去 谢谢你 小姐 小夏 没有时间了 这是唯一可以救老太爷和陈玉的方法 好 相信我 我进宫之后 可以暂时保住他们的命 之后要怎么逃 我会想办法找机会和陈玉商量 你就安心待在外头 随时想办法接应 好 小姐 那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我尽机灵 一定能划陈玉的 嗯 什么人 大哥 你怎么还在京城啊 不计 你如果去找皇帝的话 皇帝 是不是一定会杀你 你听谁瞎说的 你见到当光时了 看来都是真的了 大哥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对不住了 对不住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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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真是太残忍了 朱丫头 我们又见面了 小夏和云虫呢 他们被关在另外一个地方 没有我的命令 绝对不会有人动他们的 东方师 看来你还是想把我抓去祭天 拿碧螺天的宝藏是吗 如果我真舍得让你祭天 那天就直接带你走了 需要这么麻烦吗 你放心 我是成王孙 整个军营里只有老爷子 一个人能管得住我 但他不知道你在这里 所以你现在很安全 是 东方师 我求你放的我吧 皇上再过几天 就要将朱老爷砍头了 我得去救他 朱八丫被皇帝锁在天楼的 最深处层层把守 你能怎么救 我去跟皇上求情 朱府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反 我们只是欠你钱 谁知道你要谋反啊 你以为皇帝会相信你吗 别白白去送死了 只要我跟皇上说清楚事情的经过 他一定会放了我的家人的 朱丫头 皇帝抓走了陈玉和朱老太爷 他肯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他这么做 就是想让你自投罗网 若是他抓了你 绝对不会像我这样放过你 只会第一时间逼问你地图和圣物的下落 再把你抓到碧罗天寄天哪宝藏 那若他不知道呢 我只剩朱八爷这么一个亲人了 求求你犯了我 让我去救他吧 朱丫头 这件事情不仅仅牵涉到你想救的陈玉和朱老太爷 更牵涉到我和皇帝之间的战争 我绝对不会让你冒这个险的 你就好好地待在这里 等到外头的风声一过 我自会寻个文陀厨 好好安顿你 你好好休息吧 来人 看着他 表哥 一听说你回来了 爹可高兴坏了 过段时间他就过来了 表哥不愧是京城第一神统 一进军营就当上了千夫长 这哪像我呀 花了十几万匹战马 才得到了这么一个职位 你打下汉州了 过段时间又要去柳州了 表哥 剑生呢 他们又和你在一起吗 姑姑她安顿在哪里啊 莫府被敲了 我娘死了 莫国死了 剑生也死了 莫府上上下下击败狗人 死亦他伴 没死他 也只是狗活在人世上罢了 怎么会这样啊 爹不是早就发消息 给姑姑了吗 都是我害的 如果 我娘没有等我 他早就撤离莫府了 都是我害的 都是我害的 若不是飞云暴 被迫参与造反 莫府也不会有事 如今说这些都没用了 我现在要做的 在东方石这里得到权利 他要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要成为统帅三军的大将军 我要亲手杀了皇帝 为我娘报仇 小夏 吃我的吧 你每次都吃一点 还留一半给我 这样身体瘦得了吗 没关系啊 你别看我是个男人 其实我的饭量很小 每次啊 一点点就饱了 吃吧 是我饭量太大了吗 没有没有 是你练功太用功了 练得多 饿得就快 所以吃得多 你知道我的功夫为什么差了吗 我所有练功时间架起来 还没有你一年练功时间多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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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